明星星 km 媒體 好的我們上一堂課已經講到說 我說一個物理量 I0 ok 那cosine的 Omega t加5 那它是可以写成 I0的 1J Omega t加1J5 然后呢 的RioPath 对 所以我如果用 cosθ 我如果用cosFunction 我不要写cosθ 我说我用cosFunction 做Reference的话 那它的Facial呢 就是把EIOmega t拿掉以后 的部分 换句话说 这个就等于 Ix的 EjOmega t 那Ix呢 是等于I0 的Ej5 这就是它的Facial OK 所以利用这个概念的部分 我们看到了 如果你是微分的部分 我把它微分 OK OK 那这个概念的部分的话呢 基本上面 它的Facial呢 就等于是JOmega 对不起 I Omega Ix的EjOmega 那如果是我把这个物理量 要做积分的部分 那你基本上面 它就是Rial part 它就是Rial part OK JOmega的Ix的EjOmega t 所以 所以 甚至于相当于就是说 我积分的部分 就是我的灰色变成它 微分的变部分 就是加了I Omega的部分 等一下 这边少写了 这个不是 因为Ix已经在这里了 所以就不用写了 这是Omega t 这是我们在上一堂课讲到的部分 所以利用这些概念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怎么样做 利用Facial这个概念的话 来做我们的问题 我说 3的cosOmega t 减4的sine Omega t 这个部分的话 其实是牛刀小事 那基本上面 你看到的 我们平常我们说 这个东西是等于 A1的cosOmega t 加我们说Cta1好了 它是这样子 那你可以用这个 这个 激化核差核差化激啊 然后三角函数的加解 去把它算一下 那我们现在我们用Facial来做的话 第一个部分是 3的cosOmega t 有声音吗 有声音吗 有 是Lear part OK 3 1 是J Omega t 所以他的Facial是多少 3 OK 然后负4 Sine的Omega t 是Lear part 的负4 OK 然后 1 你要把它划成Cos 所以是J 2分之Pi 然后 1 J Omega t 那 换句话说 这一项的部分 你再把它简化一下 J 1 负J 2分之Pi的部分的话 是负J 所以这边就变成4J 1J Omega t 换句话说 这一项 他的Facial是4J 那你怎么做 这个的合成呢 我说我已经知道 我是用Cosine 函数来做Reference 那很简单 OK 你现在 第一个 他的Facial是3 那第二个呢 他是4J J的话是在 这个Y轴方向 所以在Y轴方向 他是4 所以他是4 这是3 这是4 所以 合起来的话 你把它加起来 就变成是5 然后这个角度是多少度 53度 所以 这个的Facial是怎么写 他的Facial 是不是5 1 J 53度 对不对 有没有问题 换句话说 换句话说 你合成起来的结果 3Cosine Omega t 减4Sine的 Omega t 你就可以直接写上 Leapod 5 然后 1J 53度 1J的Omega t 这是你的Facial 这是你的Facial 所以 我们马上 我们知道说 这个就是等于多少 5的Cosine Omega t加53度 有没有问题 到这里有没有问题 所以你已经用Cosine 为Reference的时候 所有的东西都是Leapod 然后是来做 如果有同学说 我又要 我要用Sine做Reference 那也没有关系 只不过呢 你全部通通要化成什么 全部通通要化成Imaginary part 的部分 OK 那基本上面这是你的 这个用Facial来计算的部分 就是把Ei Omega t拿掉以后 剩下的这些东西 就是你的Facial OK 到这里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看起来很简单 也没什么技巧 但是 常常后面的东西就是卡在这一块 你如果搞不清楚的时候 后面的Mustle Equation 我们都不再写什么 微分形式 积分形式 全部要用Facial来表示 有没有问题 到这里 没有问题 好 那没有问题 我们就正式进入 Tine Harmonic的 Tine Harmonic的 好 那你现在 你现在看到了就是说 我们知道一个电场 它是位置的函数 又是时间的函数 那现在呢 我如果用这个Cosine的Function做Reference 我是可以把它写成 因为它是一个Time Harmonic的场 所以我可以直接把位置的部分抓出来 那时间的部分呢 就是用E J Omega T来表示 那你可以看到 这一个就是它的Facial 但是它是向量 所以我们说它是一个向量的Facial OK 那这个Facial呢 已经包含了 包含什么了 我说它的方向 它的大小 OK 还有它的相位 都会包含在这里面 这个Veter Facial里面 那在这里面 是包含它的相位 它的相位 还有它的Ampitude而已 那Veter Facial 多了一个是什么 它的方向 包含进去 那同样的道理 当我对时间为分的时候 对时间为分的时候 那很简单的 你这边已经了解了啊 你对时间的为分 就是再多了一个J Omega 跑进来 实际上 你就是在把这一个东西 因为你现在是一个 Hermonical的环形 所以我们说 它就是real part J Omega E X Y Z E J Omega T 换句话说 这就是它的Facial 它有没有问题 它讲白一点 我同学会说 J为什么要画在 重拙的部分 其实很简单 J就是什么 E J的二分之π 对不对 所以实际上就是什么 4 它有一个Face 是二分之π OK 同样的情况 你看到 你看到这里的Facial 一个结果 也就是说 如果你是电场 对时间为分 比原来的电场 它的Face 已经增加了二分之π了 那一样的 如果你是对时间积分的话 那就是real part J Omega分之1 E X Y Z 然后E J Omega T 那换句话说 这个J分之1的话 就是Omega分之1 E X Y Z J分之1就是等于 E负J的二分之π E J Omega T 换句话说 你看到了 你如果是积分的时候 它的相位其实是什么 Delay的 二分之π的相位 那这边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有问题 有问题吗 好 没有问题 问台语才会回答 啊 国语不会回答 好 我们现在我们看 这个你已经知道以后 那现在 如果我是time harmonica的 这个Mustware Mustware equation 好 我们说 你现在把 这个Mustware equation呢 把它转换 转换是什么呢 我们要把它 用飞手来表示 那是E和H 然后它的Source的部分 也把它转换成飞手 四周 和J 那 为了我们 先这个 讨论方便取见 我们把这个Mustware equation 先把它 说我们是在 Simple Medium 里面的部分的话 那这Simple Medium的话 包含的话 是 Irotropical Homogeneous OK 好 跟这个 Linear的部分都 包含在这个 Simple Medium里面 好 那我们现在 我们看一下 在这个条件底下 我的Mustware equation 克一的部分是负的 Rong V Rong T Cure H 本来有J 加Rong D Rong T 然后 Cure 1 Divergent 1 是等于1.0分之中 Divergent B 是等于0 这是 我们原始的方程式 现在你把它改成Facial 那改成Facial的部分 我们已经知道 对T为分的部分 就是我的Facial全部 增加了一个 J Omega的部分 那 你就很简单的 这边 Cure 1 就等于 Fu的 J Omega V呢 是等于 Mu H 因为我们说 要用E跟H来表示 那第二个方程是 Cure H 是等于 J 加上 J Omega 然后 D 是等于 1.0分之1 因为你是 Simple Media OK 所以你的 V是等于 Mu H D呢 是等于 1.0分之1 这是在这个条件底下 你有的 那Cure H Divergent 1 OK 就等于 1.0分之2 然后 Divergent H 是等于 0 所以 你现在 你看到你的 Mu H Mu H 用Facial来表示 就写成这样子的一个形式了 那有没有问题 嗯 没有问题吧 好 那我们在之前 我们有说 我们为 这个 啊 这个 Wave function 那 是为Scale Potential 好 Meta Potential Meta Potential 那有一个 Harmonic Function 那 这个 Harmonic Function 是 Cure 嗯 我把它这样写好了 我说这个Wave function的话呢 当时并没有说它是一个Harmonic的情况 那现在如果你把这个Wave function呢 是在Harmonic的 Ti Harmonic的情况之下来讨论 它的话 那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可以看到 La plus V 减 Mu H Long V Long T V 这个部分是等于Fu的一小肉 你现在把它写过来 那 Plus V 没动 对 这个 时间为分的部分 你现在看到是等于Mu一小 然后 对时间为分两次 就等于J Omega 的平方 然后 V 就等于Fu的一小 这样子中 换句话说 我可以把这个关系 再进一步简化 加上 K平方 V 就等于 那K呢 就等于是 Mu一小 然后Omega平方 OK 那你定义这个意思 其实还明显的 我们说 K除以Omega 这个呢 是等于V分之一 那V的话 是这个 这个的传递速度 那K呢 就是我们的 2Pi of Lambda 这个就是K 然后Omega 就是我们的 2PiF Aguile Frequency 所以它就是等于 你这个整个电子波的 波长跟频率 就隐含在K平方里面 这就是我们的 这个 Pi Harmonical Wave Function For Scale Potential的部分 你就出来了 这样有没有问题 所以以后我们不再解这个 我们是解这个 我们是解这个 OK 那 这个 对付这Potential的部分呢 我们说 对付这Potential的部分 那 那 Plus A 减 Mu H Long A Long T 的 二次为分 是等于 付的Mu J的部分的话 那 这个部分 你现在看到 一去 一去 那 Plus A 一样的 跟那边算法 就变成 K平方 A 然后是等于 乎的Mu 值 当然 你这两个 Pi Harmonical的 这个Wave Equation 呢 其实都是在 Lawrence Gauge 底下 那Lawrence Gauge 的话 当时我们说 Diversion的A OK 加上Mu H Long B Long T 是等于0 你现在 你要把它转换 变成是Diversion的A 加上 J Omega Mu H V 是等于 换句话说 你现在 把Facial 带进来以后 你已经把时间的部分 怎么 拿走掉了 这个都是只有空间的部分 空间的部分 空间的部分 所以你在做整个 你不管解哪个方程式 全部都是空间的函数了 只剩下 本来是有时间的部分 跟空间的部分 两个部分的 你现在把时间的部分已经拿走了 只剩下空间的部分 去让你做运算 那就 简化了 这个变数的部分 到这边有没有问题 那 好 这个距离除以你的 这个电子波的运动速度 吸过的V都没有关系 看是你在真空里面还是 等等的情况 跟这个物理量有关 那这个物理量呢 如果你去把它转换成揮手的部分 我们看到的就是说 好 那我们看到是说 你现在是rear part rho r ok t的部分是t-r除以v 那你现在是变成是rear part rho r 这个部分 跟时间没关的把它拿到前面来 e-jω r除以v 然后e-jωt 所以 这个部分就是你的facial 那我们现在我们看到 我们刚 在之前我们说 我们解了这些方程式以后 我们的 这个potential 是等于4pi 1.0分之1 r rho t-r除以v t-r除以v 等一下 t-r除以v 然后dv' ok 我们说 在t-r除以v 这个时间点的物理量会影响到 t-r除以v 它t-r除以v t-r除以v t-r がuran pic r除以v ct-t-r除以v -J-Kr-E-J-OmegaP 可以看到我们这边是 -J-Kr 对 整个巴兰的指分 OK 同样的 我的meta-potential的部分 是4π分之μR 然后 J-T-R除以V 对V' 那现在你看到了这是等于多少 A R 4π分之μ t-r除以v的部分 我们看到了 时间往前面移 实际上是多了一个 这一个的phase出来 OK 所以现在是变成 J R OK 然后1-J K R 等v的部分 那非常清楚的 K在这边 就是我们的omega除以v OK 然后你现在 你也可以看到 1-J K R 你如果用这个展开来讲 把它写在底下好了 我们说1-J K R 这就是展开 就是1减掉 J K R 点掉 加上 2分之K平方 R平方 那你现在你看到了 OK 如果 K R 元小1的情况之下的话 那实际上就是 这一项就没有了 因为就等于1 因为就等于1 对不对 1-J K R 就相当于差不多是等于1 那这个是等于1的时候 这就是我们什么情况 就是我们 Quasi-State OK 就是我们根本不考量 Time-Retotation的Effect的情况 对不对 这样了解吗 所以我们说 所以我们说 如果这个条件 就是你的 Quasi-State The Appostumation 这从这里面你看到了 非常清楚的一个结果 好 那 我们在做 在处理问题的时候 从我们要解Must Equation 你现在知道说 Must Equation 你其实 现在你已经知道 他把它改变以后的话 那你的 不管对这个 Beta Potential 啊 Score Scale Potential 的 这个 Wave Equation的部分的话 你都可以把它简化 简化成 啊 跟你Quasi-State 的情况是一样 是多了一下 这个Facial的部分 OK 那 所以你看到啊 你看到这个的时候啊 其实就你可以慢慢去想说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常常是 把电子坡 把电子坡 RT 就变成 10cos的 Omega T 减 Kr 就减Kr 就是这边来的 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OK 你们在 很多的 这个 这个 这个什么 光学啊 光学啊 或者是其他的 再讲 E 是等于RT 是10cos Omega T 就是 这个Kr Kr就是这个 OK 好 那 那你现在也看到 那你现在也看到 我说我们的 怎么去 解这个整个问题呢 我们说整个的 你要决定 电场跟磁场 电场跟磁场 你要决定电场跟磁场的 formal process的部分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 第一点 那你就直接 把这个 这个 这个 呃 电荷 跟 current 带进去 然后去 找出来 meta potential 跟scale potential 你找出 你找出这两项出来 那这个就是 你就直接去算了 那找完了以后 很简单啊 你既然已经找出来以后 那 接着我们就可以 去找E 那E是等于多少 E也是facial E就是等于 负的 这个gradient v 你是facial 本来是减掉 减掉 弄A弄T 现在变成减掉 J Omega A 有没有问题 因为你已经把它改成是facial 了啊 OK 这是电场就出来的 那是电场的facial 那磁场呢 磁场 磁场 就是克A 好 所以你磁场 betal potential 求出来 你就把磁场放进来 这是第二个步骤 那第三个步骤 返连到时间的 RT的部分 那也就是把第二part E算出来了 然后EJ Omega T OK 那磁场算出来了 把他带进来 所以 当然我们在这个情况之下 你取的一个part 都是 对cos 做reference 做reference OK 所以马上你就可以得到答案了 因为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 你就是等于E什么什么cos的 这个东西就出来了 所以 最困难的点 这里没有什么困难 你得到它 你就带进来而已 最困难的点就是这里 跟这个 那这个也没什么困难 因为 原来你这个已经算过 这个也在算过 只是你现在在算的时候 多加了这个两个 的face 而已 进来 这样了解了吗 所以整体上面 你要去解timeharmonical的 变场跟磁场 理论上面 很简单 只要它是timeharmonical 你就可以 所以 直接把potential的部分 vetapotential 把你的sauce的部分 把face的部分 放进来 OK 它的face facial的部分 然后 current的这个sauce currentdensity的sauce 也是把它 这个facial的部分 放进来 就把 scale potential的facial 跟vetapotential的facial 求出来 那 用facial的概念 就非常简单的去求 这些问题 到这边有没有问题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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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